我們本身受到美甲式的邱玉華 對到紅色代的高南華來吃飯 這八年的時間 今年第一回參加台南吃飯 被冰甘的獲得獲得獲獎 這對她來說這幾代的辛苦受到困難 她起初比香的頂到嚴重過米也有了代價 回來的時候第一天去養蜂 就被蜜蜂叮了 然後就叮在眼皮很痛 然後我就哭了 然後過沒幾分鐘 整個右半邊的臉都歪了 因為我一開始也不知道我自己是過敏性體質 然後也不知道被蜜蜂叮了會這麼嚴重 直到我去醫院醫生幫我檢查之後 才知道我自己是過敏性體質 她說紅色代的時候 還要跟國康團成的獲蜂 她的顏色會比較清澈一點 所以我們這樣子 一般市面上的消費者 我們會跟她講說 你就是拿起來這樣照 她顏色是琥珀色 對 然後我們就手指放在後面 她的顏色 她的手指頭 她是呈現那個模糊狀的 對她不是沒有辦法 就是看到我四肢那麼清楚 為了給她的辛苦 放到香腸菜來這裡 還可以賣到合計小邱玉華和黃鑽雄阿母 也來創作在蜜香園的品牌 設立到電視點 未來竟然希望 提供到時能夠養 讓各個人認識到吃香腸 剩下沒有販售完的話 我們可能就往 如果大盤有來收購 我們就全部 就給大盤的收購去 但是其實這樣的話 我們的利率其實蠻低的 那我們就是想說 我跟我老婆就想說 如果我們要來工廠一個品牌 然後可以把 讓我們的蜜蜂 不用說在經由 大部分都經由大盤去做收購 我們可以自己做一個販售 這下在德國二弟做單身之母 到店來聽到 禮拜是晚上 七點八點南天電視台 電視台電視頻度來播出 這禮拜要請到 今年到人 旁邊敏感在上面的邱玉華 和全國旁邊敏感的頭上 鄉俊雄 分享到期盼的聖廳個獎 歡迎鄉親按時收看 這幾乎 customize 在疏散的一段階段 齊 都會打電視台